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张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总统 我们总统这一次应该说 这一次特别是虽然他贸易战表面上是这个烽火外交四面出击 但是真正的目的非常明确 他真正的主要想要拿下的就是中国 因为他只要拿下了中国 他就可以重写世界贸易规则 对 现在就谈你这个观点 我完全同意 所以这是我们谈这个贸易问题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个分几个层次来看 川普是反对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甚至讨厌多边贸易 他认为过去三十年走错了 但是多边贸易是美国精英阶级 美国的金融寡头们他们的最爱 没有全球或华尔街还怎么吃饭 还怎么赚钱呢 所以是他们的最爱 在这点上是一个根本的矛盾存在 但是在对于中国问题方面 处理中国方面 他们这两个的因素是有一个交集的 他们是有共同利益的 在美国的精英阶级里头 我的假设的结构就是说 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走错了 为什么走错呢 很多原因就是因为金融阶级 太想万一万扩充它自己的 boundary 所以打败几十年来 从苏联垮塌以后 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 就是 就是苏联垮塌以后 三十几年来战争从来没有停 而且都围到俄罗斯旁边很多 俄罗斯已经全部投降了 对不对 苏联投降了 我以为你给我诞生是 咱们是body buddy 同心同德 人也没有 结果没有 所以苏联人 俄罗斯人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OK 不相信美国 没错 那么今天的美国 你走遍全世界各地 真正相信美国人很少 可能台湾都相信 但是其他的绝大多数人 不是那么相信 不放心 起码这些人都不信了 所以今天的美国 但在对中的问题方面 那么 那么精英分子的希望是说 不要把全球贸易的系统打烂 OK 可以改 我想中国也同意 可以改 有问题吗 必要的改动 大家是同意的 大家同意 那么问题是说 如果精英阶级讲 它是精英阶级的理论 其实是思想 其实是很清晰的 你如果看美国过去 这种新保守主义 跟新自由主义的 他们在经贸规则上 差不太多 是一样的 他的目的就是说 他讲说 世界需要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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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性的组织 叫做 世界性的强权国家 基督教 那个 这个 他讲就是所谓 犹太基督教文明 創造了世界上很多很好的东西 那么这个文明的基础 是要在这个 这个世界这些国家 要这个 这个基础 这也是个 这也是个表面的东西 OK 真正的目的就是说 在金融界 在 控制世界的所有的 金融的交易 因为金融交易是根本 没有金融就没有血 你他们实质交易搞不成 那是 今天美国搞的伊朗 为什么搞的伊朗这么惨 你其他国家 要跟我 美国 要用美元的系统 来结账什么东西的话 你如果违反我的规定 我不让你搞 那不让你搞的话 那欧盟一看 我的很多生意做不成了 公司都吃不了 所以欧盟公司 现在就在里头三心两意嘛 对 那个搞的伊朗 欧盟已经表示态度了 说如果美国这个 真要制裁伊朗 欧盟 不管同意不同意 欧盟这些公司都会撤出伊朗 是啊 所以呢 这是个本质 那么 在这个历史上 这为什么是说 过去100年来 一个最大重大的事件 为什么 往习近平之前讲这句话 我觉得 习近平里头有告人 下面 他讲了100年 为什么这么讲 这100年的意思就是 共产革命 100年 俄罗斯 苏联的革命 那么 苏联革命的最大的冲击 它冲击是什么 它冲击是什么 就是对这个金融的寡头的制度的一个对抗 它有成立一个新的系统过来 OK 这100年以后到30多年前 就是不到30年 1991年 1992年 俄罗斯的苏联垮台 苏东坡垮台 那实际上就没有一个力量 来真的能够对抗它 所以它想把这种 美欧 美国 英国的这种金融的力量 到世界各地去 确实20多年做得不错 20多年做得不错 20多年做得不错 但是也有很多损 它真的如果真的做得很好的话 那么美国就不有问题了 这样的问题是说 你现在搞得今天 美国老百姓贫富差距很大 美国很多人不满意 世界很多人不满意 所以呢 这是根本的问题 那么今天中国是唯一的国家里头 日本是完全妥协的 中国想搞一个独立于 或者是说 不完全受美国控制的一个经济 一个金融经济系统 那么这是问题的本质嘛 你如果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面 就必须彼此之间靠力量来平衡 那么对美国金融的精英阶级 就像Kissinger 中国人是老朋友嘛 但是对中国 现在对中国态度上 最不友好的之意 就是Kissinger 没错 那么很简单 因为Kissinger 是替美国的金融阶级 他是精英的代表 的服务的 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的 必须要有一个妥协 所以在对中国的问题方面 精英跟川普 是有可以妥协的地方 但是精英也不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 那是 所以希望得到 所以精英想bargain ok 取得东西 那么川普说 想把这个东西全毁掉 那么改 他想一懒的解决嘛 他干不成的 为什么 可是川普他自己也知道 不可能解决那么快 好像他未必知道 但是 我认为说 他的智囊 所以这点是我们可能 我认为川普的话 不可能这么无知 ok 他自己也在外面混 他不那个商场混 他不可能那么无知 那么 这是我 这是我 如果川普是真的这样的话 他也会找个妥协 他在找妥协之前 川普的方式 就跟美国的这种 西方这种资本主义的方式是一样的 他开始就找几个 那个生事汹汹嘛 所以他现在很多官员 特别他经济贸的官员里头 像那个奈巴罗啦 像那这些人 那个 尤其我们现在的经济过外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 那个外贸 那个谁 他这些人都他打手 ok 所以呢他需要打手出去嘛 对不对 要踹 踹门 ok 但是你打手失败 我永远可以换嘛 对不对 所以呢他不缺这种人嘛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的个人分析就是说 在中美这个 这个大格局的情况之下 将来要找出一个妥协的东西是必然的 但是问题是找 但这个时间是绝对不可能 在 你凭那么的那个拿几个棒子 两个月之内是做不到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做不到的 你连两个月之内 我再敢打一个赌 在川普上叫得很凶 11月4号之前 全世界的油不能 那个苏联 那个伊朗不能出口 对 出口零 他讲了 对 零 那是做不到的 不可能做得到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 中国跟俄罗斯就不可能 俄罗斯他们普京很精明 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他说将来跟 他摆脱美国的控制 他说他提议跟伊朗 实务 俄罗斯提供武器 伊朗给他油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在卖伊朗的油 变成俄罗斯的油 俄罗斯在把油卖给中国 对 卖给世界各地 他就不受他们的美国的限制 我便没有违反你的规定 对 不过前天的伯伦伯格网站 第一时间报道了 中国方面已经完全拒绝了 美国的这个 11月4号出口是零 中国告诉他说 我们不愿 whatever what do you say 我还是会继续跟伊朗做生意 而且呢 不仅要跟伊朗继续做生意 而且还说 中国在伊朗是有油田的 是 而且在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 当时小布什 为了海湾战争 让很多日本韩国甚至包括印度 放弃了伊朗油田 这油田后来伊朗都给了中国了 所以从这方面看 川普搞不定伊朗 他是搞不定的 搞不定伊朗 更不可能在11月4号之前搞定伊朗 所以呢 他必须要claim他在伊朗方面得到一个胜利 所以他现在要求就是什么 伊朗跟我谈判 伊朗一谈判的话 他说我胜利了 为什么我胜利呢 我把奥巴马的烂调协调打掉了 我现在谈判的话是不送到限制 我胜利了 伊朗也没那么笨 但是伊朗呢 所以我意思是说 在11月4号之前 他连伊朗都搞不定 他完全搞定不可能 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 现在国际就是个群雄并起的时代 你说你可以 30年前也许你可以这么干 小不是时代都可以 2000年你都有机会 你现在不行了 国际形势是这样 美国那么一屁股乱载 那么如果搞了不好的话 直接影响到美国 所以今天的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为什么认为说 这个 这个 11月4号 这个大选之前 有很多的 我不那么悲观 但是即使表面妥协了 问题解决了没有 没有 那么如果川普胜了以后 今后的两年的话 这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如果11月份 美国中级选举共和党大胜 川普未来两年 会更tough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这个问题是想是说 客观的条件在哪里 那么有问题 当然是必须要解决 那么中国现在的话 有它的 我认为中国整个大方向 现在走的是没有错的 所以我对于今天 当然在国内啊 海外啊 都有很多的杂音啊 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说 从大的大的大的现象来看的话 中国跟美国最终 不是这几个月 最终达到 这几个可能有一些熄火 这个停战 不会把它搞大 在今后两三两年 在今后的几年里头 就是世界的一个结构 的一个重新的平衡的关系 这个中美关系 特别是中方怎么考量 其实我们可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 我们再邀请这个张教授 特别就着谈 其实回到 刚才张教授 谈到这个伊核问题 特别是美国要求 11月4号 让伊朗的石油出口变为零 这一点显然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 我看到前几天 普京有一个讲话 普京就告诉美国人说 我要和中国的石油贸易 完全以两国货币作为这个基础 也就换句话来说 就不用美元了 石油美元在中俄之间不再玩了 伊朗和中国之间也不玩了 这样伊朗现在我看到布伦伯格的统计说 伊朗对中国的出口是占中国石油进口的35% 换句话来说 中国三分之一的进口 不再用美元来结算了 而且在中国世界第一大的石油进口国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总统怎么去想 这个东西你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时间关系我们先休一下 回来以后 其实我还是饶有兴想跟张教授讨论的问题是 就是说中国如何来应对这一次的贸易战 休息一下